赵建民弟弟赵建勋2023年6月9日传出病逝消息 据悉,赵建勋硬脑动脉瘤破裂 使用液克膜急救仍无效,享年50岁 脑动脉瘤可称作是脑中的不定时炸弹 一旦破裂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台安医院脑,脊髓神经内科陈允中医师指出 脑出血有两明显征兆要注意 包括头痛且伴随其他神经学症状 以及发生如累积般的瞬间头痛 若有上述情况,千万不能脱要尽快就医 医师陈允中过去受采访时曾提到 脑出血有两明显征兆要特别小心 首先是,如果痛的时候伴随一些神经学症状 例如眼睛不太能动 眼睛一边看不到或是手脚有一边比较没有力气 就要怀疑是否有癫痫、脑瘤或是血管性的问题 其次,是发生如累积般的瞬间头痛 陈允中进一步说明通常大部分的原发性头痛 在年轻时就已开始发作 如果在40岁或50岁后才出现第一次的头痛 要特别警觉 另外,头痛的发生 从开始感觉不适到逐渐有痛感产生 中间相隔10分钟、半小时或一小时 通常都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 最怕的是,一开都不觉得痛 但突然发生如累积般的瞬间头痛 他表示,动脉瘤快要破掉时 血液渗漏一点点出来,其实对脑不是有害的 当脑一感觉到血液 血管就会收缩,从而造成血管收缩型的头痛 根据台湾医院新竹分院官网的卫教资料显示 脑动脉瘤不是肿瘤 指的是一个脑血管的退化性疾病 在脑血管分支处血管壁应承受强大的血流直接冲击 逐渐变薄脆弱 时间久了形成不正常的凸起 称之为脑动脉瘤 而这样的病变在日常很少产生症状 不过一旦破裂往往造成严重脑出血 称之为蜘蛛膜下腔出血 称之为最严重的脑出血新中风 有将近五分之一的患者在道院全球死亡 道院者也有三分之一因其他合并症病逝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